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赖老师 对 这回要演赖老师的戏了 赖老师的戏上次我在北京看的《暗恋桃花园》 但是我觉得更著名的是相声 表演工作坊20年前 你知道在我们北京这都在聊 说郭德纲一个人救得了相声吗 但是我发现这同样问题在台湾 大家说的是赖声川 因为20年前好像台湾都没人听相声 他弄了一个那一页我们说相声 对 我那个戏就是等于是用相声的方式来告诉你说 相声已经没了 你可不可惜 然后无意间相声就活过来了 结果就从那就真火了 对 所以这回算是个纪念吧 20年后我发现这名字挺有意思 那个叫那一页我们说相声 这回叫这一页 我们说相声 也是我们 但是是用英文拼音就是women 就是女人说相声 女人说相声 咱们杨婷这次在剧场上要说相声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 还有阿雅 还有方芳姐 一般我们这边说 这个也有偶尔有那个女角说相声的 一般大家感觉好像这女的说相声不是那么幽默 她也不普遍 其实我觉得幽不幽默是完全看怎么做 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 觉得女人好像相声是男人的事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做这个戏 女人不说相声是不是好说给你看 那你说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之前我们也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比如说说女的说相声 那会我也说 比如说说一个男士 说这个男士挺贫的 我说这个贫是一个宝一词 听起来说他挺贫的挺逗的 但如果要说这个女的说挺贫的 我就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贬义的这个色彩在里面 所以就是很 当时说这个说相声的时候 我想这个我要怎么去说呢 就怎么才能把这个相声说好了呢 然后在赖老师的这英明指导之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说的还是不错的 我们三个人 赖老师怎么指导呢 其实我觉得重点是说女人要说相声的话 还是要找女人的话题 大姨妈 这我们的段子是怎么说 你给我们观众说 大姨妈的段子怎么说的 大姨妈 我一个人没法说这个 还得有那个 再俩人配合着说 其实大姨妈就是大姨妈嘛 然后里头也会说到这个 我记得的就是说 这个大姨妈要好好珍惜她 因为等到哪天她离你而去的时候 因为她走的时候 她不会告诉你 她不会说明天我走了 我以后不来了 你不知道她哪天走 连再见的空都没有 对 这是女性话题了 对 这个就是我们 但这也是某一方面 从我们男人的立场来看 因为我们看这个大姨妈 这件事情 就是你这么讨厌的一个生命中 她不可能避免的一个东西 然后用一个什么角度 什么方式来让她变成相声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 等于是一个女人化了 就是说我有个大姨妈 她是我亲戚 你说这事我倒真跟你聊聊父女心知 我过去以为这个女人来了这个大姨妈的时候 咱知道可能是有些不舒服 或者是情绪容易烦躁 但是会影响舞台表现吗 因为你看最近我们有一个选美比赛 我听见很多人就同情一个嘉丽 就说她为什么没有拿冠军呢 昨天她那天来大姨妈了 我才知道这个都会影响 对啊 像我们这个戏里头 那个有台词不就说吗 说每次我这个心烦气躁 腰酸背痛的时候 她就来 然后呢 她也不挑时候 你比如说我们这慢跑的时候 散步的时候 我们演出的时候 那她会 当然会影响你的情绪 你肯定不如以前 因为你不舒服嘛 要讲得很细致嘛 咱们私下里在交流 但是这个赖导演对这个事这么感兴趣 不不不 不能说感兴趣 我想居然要编一个女人的相声呢 那当然还是要找个女人最 最这个切身的一些题目嘛 我觉得这个是重点 对所以我们 其实这一页威们说相声 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点探讨起 就是女人为什么不说相声 是什么样一个刻板印象 让女人没有办法在相声 这样一个舞台上表现 那我们探讨的结果就是 其实在传统中国人里面 有社会 女人是本来就不说话的 尤其在公众场所 女人是不可能说话 所以我们玩的这个幽默 其实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是说女人传统中 唯一说话的 公众说话的机会 就是泼妇骂街 对这是女人唯一有机会 对外公开发声的时候 而且你像我们平常朋友当中 要是有一个女孩子 她特别会讲笑话 通常我发男的呢 是会觉得这是个哥们 但是呢反而不大会对她 说实实会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做女朋友 对吧会觉得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那你说如果泼妇骂街 听起来是一种歪理 说女人哪里 公共说话没有别的机会 你真的去想真的 传统社会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切入点就变成 有个大段子就在讲这个 而且我注意到你接受采访 还说这个导演呢 真是观察这个女性的对话方式啊 观察入微 说是一桌女的吃饭 你觉得有什么观察 我其实当刚开始要做这个戏的时候 我本来有一个种想法说 要做的完全不像相声 因为我观察女人跟女人之间说话 其实我们男人在旁边听 根本听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你如果说三四个人在一起 他可以同时说 然后同时说两三个不同的话题 然后居然他们全部都听懂 一次在说 我说哇这个太厉害 这个咱们真是 女人跟男人就是不一样 这咱们是之一 这方面我也有研究 我发现了真是 你看通常我们认为实际上 比如说演说家 或者特别能说的还是男的 但是为什么又说女人这个语言交流能力强 我也是吃饭的时候偷听旁边桌上 两个女孩子说话 我发现男的说话是一段一段的 我说一段你说一段 女人说话这个默契可以到一句一句的 我就比如说听饭桌旁边俩女人说话 你这靴子哪买的 我在什么摆货 那多少钱 他那一句话一句话之间 你不透风 他从那个靴子已经跳到另外一件事情 对对对 化妆品了或什么 然后小孩 然后已经一下子就可以跑很远 对而且他很厉害 就是有一次我在我们家那个楼下那超市里头买东西 然后旁边有两个女的也是 他们要买那煎饼果子 然后这俩女的在那说话 有一女的就说 我跟你说吧 就咱们公司那谁 我特讨厌他 我告诉你 我那煎饼果子上别给我放葱 我再告诉你 昨天吧 就跟在我后头 甭提多烦人了 因为还使劲大声说话 我跟你说了别加葱 完全 他完全不影响 你知道我后来做了研究 就是为什么 那人类学家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从这个 等于是个原始人的状态中 男人呢 我们发展出来的一种 是属于隧道中的一种视野 我们是在隧道中 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就是那个 我们看那个亮点 比较聚焦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说你一句我一句 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话说完 我们才能够接到下一件事情 对 那女人的视野比较是在河边 在不管是在洗衣服 或者是在就是聊天 就是跟大和有关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他其实是四通八达的 你跟他这边说什么 那边拿东西给他什么 他都可以处理 那男人就是要专注 为什么 要出去打猎 要干嘛 我们就是要一心一意的做一件事情 对 这个就是人类学家里面 没错 我也看过这人类学家研究 就说这个女人呢 她容易分心 从某种程度上 男的好像比集中 女人呢 但是她对周边状况都很 你看一般她喜欢逛百货商店 喜欢看电视 喜欢浏览 翻杂志 对吧 甚至我看那本书上讲 就说实际上就是夫妻两口子 这个亲热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性关系的时候 实际上说是啊 女的比较容易分心 然后她说为什么呢 她分析 就说在原始人的那个旷野上 是吧 因为人类的这个姿势 是男的是这么头冲 脸冲下的 是吧 所以呢 随时有野兽啊 所以女的呢 可能就对拍拍男的肩膀 后边一个简直虎 是这么行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賴导演 这个史前人类学还继续研究吗 不不不 就觉得 其实我一直是 尤其我受的教育啊 我一直觉得说男女都是平等的 就是所谓 你会这么觉得吗 我一直是这样觉得 但是呢 为了做这个戏 我必须面对一些 我认为 以前我是不赞同的一些看法 就是男女还是非常不同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平等是很重要 可是我后来发现 其实这个 你就要了解说 男人女人还是有 非常不同的方式 是在那个基本结构上 当然不只是生理 我说整个一个心理结构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说 语言的处理 或者思维的处理 就是这个两个是 真的是相当不同的 我们是男人比较 可以很专注的 女人 她是可以很开放的吸收 各式各样的 同时吸收各式各样的资讯 就在你太太身上 你是不是也感受舒适了 我觉得可以 她也是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她 我在这个追她的时候 第一次到她家吃饭 那她们家女生多 那真的是一桌 就是不 真的是一个圆桌 这边在讲话 那边在讲话 我真的一句都听不懂 很吵 然后她们每一个人 都很清楚自己在讲什么 我就是觉得太厉害 怎么弄的 真是真是 你刚才讲这个男女平等 实际上该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比说台湾 这个我们传统上知道 这是个父权社会过去 其实是男尊女卑的 但是我也觉得 你像有一个大陆朋友 他跟我讲 也可能有偏见 他说 我怎么觉得跟台湾女孩子 讲话 比较舒服 尤其是一群男的 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 某种程度上讲 你也可以说是男尊女卑的 一种遗存 比如说女的比较克制 比较乖 或者比较善于倾听 这样可能男的就会比较舒服 因为男人他喜欢 你看他择偶的条件 第一都是温柔体贴 我看这一条好像是永远占 非常主要的一个位置 温柔体贴 女人一定要体贴 谁也不愿娶一个母老虎回家 然后每天对你哗啦哗啦叫 然后说到台湾女孩 确实是 你比如说阿雅 我跟阿雅在一起说话的时候 你就觉得 你就愿意听她说话 她的声音 包括我们演出的时候 底下 比如说我那外甥女儿在底下 然后上来跟我说 小姨阿雅的声音通过这个麦传到剧场 非常非常好听 然后我说 那我呢 你声音不好听 那我怎么才能把我的声音 也传得这么温柔 但是不行 就台湾女孩 她具备这种 就她说话就是软软的 然后呢 就一下就说到你心里去了 然后你是不忍心大声的呵斥她 就是你觉得要好好的爱护她 我跟你说 连台湾男人都把这个大陆的女孩子 都训练过来了 我们朋友里有一个东北的女孩 她能这样 因为她的男朋友在台湾 她男朋友在台湾 但是呢 她习惯跟她男朋友那么讲话呀 我们都快崩溃了 就比如说跟 前一句还跟我们在讲东北话 哪敢的吃饭 男朋友一打电话来 哎我好乖乖哦 你乖不乖啊 我好乖乖 太有意思了 所以这台湾流毒很广 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台湾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就生活很自在 就是自然而然发展成这样 那你说男人女人之间 我倒是提出一个小小的意见 就是其实我们 我们还有不要忘了 还有50年的日本的这个 统治的一个历史 有关系吗 我觉得有关系 日本的那个女性教育 那个是比较极端的 就是说男人女人 女人就是不说话 然后非常温柔的在旁边随时待命 可是谁都知道 这个日本人家庭谁最大 还是女人最大 真正掌权做最最好的最多决定的还是女人 那台湾多多少少 我觉得还是有有有这样子的一种 怎么讲 就是遗留下来的某一种习惯 那当然很多对我来讲 我是看不太习惯 很多属于就是很日式的一些行为模式 在台湾的企业界里面还是有存在 是吗 是有你这个导演发觉 他有什么形体动作或者语言方式吗 很简单 如果公司里那就是女人一定是 不管你的职位多大 男人进来你就是站的 然后逼宫逼近的 然后倒查 然后怎么 这还是很日本的一种东西 台湾现在还有这个 还有这样的 不管职位多 就是他是这个公司里的高层 他他还是这样 但是我就想起我们老家 山东东村 这个就挺有意思 这个领导当官的是女的 村长是女的 但是呢 公会的时候 他尽管是领导 但是他不能坐着 老爷们都坐着 所以老爷们在听他讲 但他最大 但他要站的 但是同时他是女人 他就必须站着 可是一分他又是一个领导 就类似这个意思 很有意思 昨天我们去去那个电台 去录那个节目 然后我们就说到这个 这个女性的一些话题 然后呢就是阿雅就说 他说 其实就是男人跟女人之间 还是 就是他各司其职嘛 就其实有一些事情 确实是要女人来做 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戏 说女人这样从骨走到金 它是很不容易的 从那个小脚 一直到现在这个高跟鞋 然后他从一步一小步 一路受虐待 对然后这样终于可以迈开步子走了 然后阿雅说 说那个说 其实就是有 有一些是女人要做的事情 她还是要去做的 因为她属于女人所特有的 那我记得那 那她在说这话之前 那我我我曾经跟一个记者 我就说 我就特别看不惯 我们都是出来工作的 我也出来工作 我每天也工作八个小时 凭什么我回家之后 还要我去做饭 然后还要我收拾屋子 还要我带孩子 我要是不收拾屋子 不带孩子 不做饭的话 别人就说 你看你找一个什么老婆 这个老婆 连做家务都不会 赶紧去 就还是有这种观念在里面 是吗 我觉得现在好像 都是我们男人做饭的孩子了 我周围好几个 还跪出板呢 那只是凤毛麟角 大部分还都是 你一到谁谁朋友家去做客 那都是女人在厨房 可能是大部分 但是在我看 现在社会里 有少数精英女性 她已经出现另一个问题了 就是女性霸权主义 就是男的在她面前 真没什么地位的 我觉得那也不是霸权主义 我觉得那是因为 人家本身有这个实力 所以 这就是从女人说话 赖导言 你跟太太 跟丁乃珠 你们之间 是怎么分工 我们其实就是一种自然默契 我就回想起来到 我们生大女儿的时候 那时候在美国 然后留学 然后还打工 就生活非常非常非常忙碌 从早忙到晚 然后忙到半夜 还要听到一个声音 要起来喝奶了 对不对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夫妻就是 这个时候就看 怎么一个默契 怎么形成 你去吧 你去吧 你没动 好我去吧 但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贵的是 他也在这样 跟我一模一样的 躺在那边 也是在这样想 所以经常我们就会同时 就起来 然后我去 然后慢慢慢慢形成之后 我觉得还是一种 共同的 对于这个家的一种付出 你就不再需要分说 谁在做菜 谁在洗碗 谁在带孩子 谁是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就是尽量 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 相互体贴对方 相互尊重对方 对你说要买菜 问都不要问 去了 就去买啊 买回来了 谁做无所谓 谁做都可以 那我们在这其中 反而不要去争 或者去分 反而是有一种乐趣 会产生说 在这个一起在做事的过程中 或者今天你没有时间做 我做我也很高兴 所以在家庭里 先实现共产主义了 对平等 相互的 枪枪三人行 先去一下广告 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夫妻知道咱聊了 我觉得还可以聊聊相声 因为最近呢 我跟一个说相声的 在一起聊天 我跟他说出我一种想法 因为都面临这个问题 说相声什么没落了 衰落了 什么什么 但是啊 我跟他聊天 我们就觉得 实际相声 必然有一次 特别伟大的复兴 在大陆 为什么 因为现在 你知道这个 比如说咱们看西方的 这些脱口秀啊 或者一些搞笑 性和政治 从来是两大笑料 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 你不能不佩服过去中国这个 说相声的 实际上 他是不可以谈政治的 甚至性 他也不能说的太脏了 对 那么在这种 基本笑料缺失的情况下 他都能弄出那么多的技巧 我说你只要留着 你只要传承下去 这些技巧留着 真有朝一日 像了 假如言论自由 到了欧美那种程度 比如说 可以拿领导人开玩笑 可以谈这个性方面的一些东西 假如有一天 开放到这个程度 那你说相声多可乐呀 那得 我赞成了 我认为是会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们在台湾 也是什么都可以说 那我们就 对呀 变成说我们尺度自己抓 那这些年来 我也觉得 我们的相声系列也是 很受欢迎 但是我一直还会强调说 我们其实不是真的在说相声 我们的演员像杨婷 他也不是科班的相声演员 不管我过去任何戏里面的任何演员 都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是怎么 我们是在做舞台剧 对 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 用相声作为工具 然后这个 用一个舞台剧的一个框架来做 因为最近听这新闻了 美国 这你应该了解 美国那个编剧 大罢工 说是能造成十亿美元的损失 他酝酿很久了 这件事情 是吧 你支持他们吗 我觉得可以支持 因为美国编剧一直是不被重视的 尤其在好莱坞一直不被重视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一个电影出来说 谁谁谁的电影 那编剧就说什么 因为是挂导演的名字 对不对 谁的电影 你说张艺谋的电影 或什么 那大家觉得很服气 可是谁是谁的电影 谁 编剧是我 他为什么说是他的电影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争论就在这 而且我看他这个新闻报道 我一看这个 其实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恢复了一点自信心 你知道为什么 我就一看我才知道 就因为这个编剧罢工 像那个David Liederman 就美国的很多脱口秀节目 要不得不重播 他没本子了 因为过去我们这主持人 我们觉得咱们有个什么笑话 自己要想 所以老觉得江郎才尽 哪有 就羡慕人家美国主持人 怎么一说话 他那都总在笑 这下我才明白 原来背后 有多少人在写 关业的人士在跟他写笑话 在跟他写这些东西 有一个应该是个笑话 但听说是真的 就是当年替尼克松写演讲稿的 他就是罢工了 他就跑掉了 然后他最后就帮他写好一篇 那总统就上去讲 讲得很好 翻页 上面写几个字 剩下来靠你自己 你这个混蛋 听说是个真实的 有可能 就是像那个 像什么那个 24小时 他们说到明年 可能咱们也 不能及时看到了 因为就是编剧罢工 只留下了一点台词 所以我就发现 他没了这个编剧 他的整个电视节目 电视剧就停转了 他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可以有很多方式 好比说找非工会的人来编 那就像当年 美国那个 所有的那些 那个机场的工作人员 全部罢工之后 就是空中 那个雷达